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春秋鼎盛 我是王春胜老师 鸿海明天要开法说会 不过他定的时间是下午3点50分 那时候已经超过我们的录影时间了 所以明天没有办法在节目上告诉你 鸿海法说会的结果 不过我们要知道 春江水暖压先知 如果他明天会不好的话 股价是不是要反应了 是不是要开始往下了 可是他有往下吗 完全没有 而且大户还在买 如果你要知道盘中最及时的资讯 麻烦直接扫QR Telegram直接加好友 如果你要继续追踪鸿海或其他股票 麻烦拿出手机扫LINE AT 春秋鼎盛粉丝团 或者搜寻ID小老鼠小写的A 1377 老师都在贴文里面详细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加全指数是不是又创新高了 创历史新高 20933点 最大的工程是谁 台积电 台积电四月份营收 年增月增 非常的亮眼 那之前还在讲说 第二季下修半导体展望 你还记得吗 不过实际结果出来 还是很好 下修没有大影响 因为AI还持续在冲 所以你看 礼拜五台积电ADR大涨4.5% 今天台积电继续拉台股 直接把它拉上了历史高点 你完全不用怕 而且这只看不见的手 一直在护码 520还没到 当然要继续护下去 但是OTC的部分 中小型的部分 中小型股有一些杀身隆隆 但是洗净符合之后 空间就出来了 空间是谁把你拉出来的 全指股把你拉出来 全指股拉高之后 中小型股的空间就持续的跑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三大法人外资今天买了158亿 那累计下来 三大法人到上礼拜五为止买了500亿 那今天又继续买了 外资买了158 投信买了29 置信商卖了48 整体还是大买超 还是买了130几亿 继续叠加上去 资金行情结束了吗 还没有 你看成交量有不见吗 没有不见 没有不见代表什么 大家都还在场内 大家都在场内都在等什么 老尔明天晚上又要讲话了 他又要讲话了 一讲的话 不管是偏歌还是偏音都不对 偏歌的话 你就想要降息吗 但是他又要看什么 通膨数据 所以没那么快 那偏音的部分的话市场又紧张 他也不想造成市场紧张 因为这几天联准会的官员 一下子讲歌 一下子讲音 到处都在讲 所以现在就是看数据来讲话 通膨数据怎么说 他们就怎么做 很简单 OTC的部分 掉下来吧 对不对 你要紧张吗 你不用紧张 你手上的股票好好地选 第一季获利有成长的 第二季会更好的 你就给他报了 那如果真的不行了 赶快换股操作 因为接下来 全职股涨完之后 中小型股要开标了 要开标了 那就会不一样 你业绩有基本面的 筹码好的 一定跑第一 那如果完全没有基本面 又没有转机的 你要去碰他吗 千万不要 这种钱老货别人贪 我们不要去贪这种风险很高的钱 那老师 也跟大家讲 财报陆陆续续在公告 有一些好的 事实上 买盘就在卡位了 一卡位进去 到时候公告出来 答案就给你看 那我们先来看 2317的红海 今天收平盘 盘中想要冲 对不对 可是你看 上礼拜五跟今天 这两个K棒的盘并起来看 是不是累一个十字变盘 将近是一个十字变盘 上游压 下游撑 都在干什么 等法说会 等明天下午的法说会 好来先念一下 今天发给会员的口讯 10点21分 我们核心 重压持股 2317红海 明天召开法说会 预期三绿三升 三绿三升 代表什么 请你可不可以看你逼股 你看这样 预期三绿三升 营收持续成长 4月营收成长多少 快20% 持9% 成长近期 千张大户 持续在加码 千张大户 老师待会跟你讲 户数减少了两户 但是持股增加多少 5万张 那你觉得 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获利啊 报老一张不用卖 为什么不用卖 明天要开奖给你看了 你今天需要卖吗 不用嘛 那接下来外资机构现在都调高他的目标价了 都是二字头了 都是二字头了 还没二字头之前老师就在节目上跟你讲 红海的退休梦快到了嘛 是不是二字头 那现在外资全部跟上来了 国内法人呢 也调高了嘛 大家都调高 那你想一下 今年他要赚多少 13.6块 13.6块 那你现在来看了 现在股价不到170 本利比多少 还不到13倍 你去看一下同业人家几倍 人家都二字头20倍 那你就想一下 差了7倍 股价要差多少 你自己去试试 AI伺服器成长动力非常的强 这张图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讲 为什么 就强化大家的概念 要有信心 虽然短线有一些筹码凌乱 但是 AI还是不变的 你来看一下 2022年 不管软体硬体售后服务这一块 它产值多少 400亿美金 2027年预估多少 4000亿美金 2032年 10年后预估多少 1.3兆 10年成长32.5倍 你去看一下 现在有哪个产业 哪个市场有这么高的成长率 完全没有 你找不到 年复合成长是42% 虽然你看AI会继续走 短线筹码乱了 但是大家没关系 就继续来盯紧它的财报 继续验证下去就好 我们看鸿海伺服器的营收 推估去年是大概1.1兆台币左右 30%是来自于AI伺服器 所以这一块的部分毛利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去年整体毛利率就被它拉上来 今年AI伺服器要占多少 四成起跳 代表什么 1.1兆乘以40% 是不是4400亿台币 但是已经有外资把它推估到多少了 6000亿了 而且算出来 预估明年多少 1.2兆再翻一倍 很可怕 成长率是非常高的 其他模组的部分 成长翻倍成长 去年就翻倍了 今年要继续冲 那相对应的 老师常常拿出来哪一支股票来比较 广达嘛 广达股价净值比 对不对 公司净值48块 股价净值比5倍多 鸿海呢 公司净值107块 股价净值1.5倍左右 两个差这么多 那获利呢 鸿海去年赚了9块 是赚了一个股本 那广达呢 也将近一个股本 两边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 鸿海的股价比较便宜 你想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 鸿海基本面的部分的话 去年赚了一个股本 稍福跟2022年 小福成长0.4块而已 但是你想一下 去年任列的夏普 亏损多少 1.45块 1.45块 把它反而加回来 11.7块 那今年外资金预估它赚多少 13.7了 你看一下毛利率 我们说看基本面最主要 看三个数字就好 营收毛利率跟EPS 毛利率你看 2022年6.04 到去年6.3成长了0.26% 0.26%产品组合在改变 量体很大 你看鸿海营收 去年多少 6.16兆 将近6.2兆 掉了7% 主要掉在哪边 消费性嘛 消费性电子还在掉 还没结束啊 库存还在去化 去化到什么时候 今年第二季 有望落底 那AI呢 持续在冲 还没结束哦 而且你会发现哦 去年是不是三成 伺服器 AI伺服器 占了伺服器的三成 那今年 如果是四成起跳 那他毛利率 是不是就在更增加 赚更多 所以你看啊 第一季啊 营收多少 1.3兆 掉了9点多% 将近一成 但是第二季 第一个月 四月份 开门红 我已经给你看了 0.5兆 成长19% 将近两成 已经在告诉你了 第二季 AI伺服器 要大出货 那另外 广搭 四月份 营收 有没有掉上来 也掉上来了 25%的成长率 但是你想一下 广搭 去年 整体的营收 多少 1.1兆台币 伺服器 占了 35% 占了35% 所以是3850亿 那今年的伺服器 要占50% 那3850亿 乘以50% 有到2000亿吗 不到2000亿吗 那跟鸿海比起来呢 谁比较大 谁是霸主 非常清楚嘛 而且外资已经跟你讲 6000亿了 市场越夯 对不对 他开始出量的时候 就不一样 虽然起跑点 因为他是量体 是大的 所以他一开始 可能没办法克制太多 但是量一出来之后 后面吃的 都是他在吃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大老板 你一张大订单 要把它切个十来份 分给各家小厂 然后你去管理 然后去照顾品质 个别去溢价 还是交给一家大公司 一条龙帮你服务绕好 你想一下 那的管理 会比较让你省时又费力的 来 接下来 大户筹码 我们把它更新到 上礼拜五 3月15到5月10号 千张大户 买了多少 股本的2.06% 户数增加了 42户 张数增加多少 28万多张 28万多张 小散户呢 1到10张的 卖股票 卖1.19%的股本 少了16万张 几户 4.7万户 等于说 42户的大户 在PK 4.79 4.7万户的散户 谁胜谁负 非常清楚 你可以来从这边来看到 股价有没有掉下来 股价走高之后 散户一直卖 为什么他们要一直卖 套太久了 三年以来 每年赚一个股本 但是股价都在哪里 100块上下了 现金 股利给你多少 5块钱左右 所以殖利率就是5% 之前大家都在存股 5%比银行定存高 赶快去存 赶快去买 买了之后股价都不动 这些人有赚到钱吗 当然有赚到了 只是没有赚到大户的多 你看一下大户这一波 从102已经拉到多少 最高到175 整个波段都已经涨起来了 谁赚的多 还是散户一直定存在报的 就赚那5% 但是那5%赚完之后 现在股价开始动 他会不会卖 他就卖掉了 他卖掉股价继续涨 谁获利比较大 是大户吧 还是散户 接下来很重要的 润泰权 恭喜会员 涨停板 上礼拜三买的 来扣讯给大家听一下 恭喜会员 2915润泰权 亮灯涨停板 股价在创波段新登奥 多担持股续报 这些讯息在哪里 Telegram 你加入Telegram 老师都有po在里面 LINE AT 你更要去注意了 因为老师会长期将一些个股追踪都放在里面 润泰权 为什么没有买他 想要知道的 老师明天把理由写在LINE AT给你听 那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扫QR 或搜寻老师LINE的ID 小老鼠小写A1377 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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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